今天鱼可鱼爱一周岁生日,张馆长带领奶爸奶妈,亲自为两个宝宝布置生日会场。 周岁生日当然少不了抓粥。 张馆长还有两小只外公,还有两个奶妈陆续拿来抓粥用品。 看看都有啥,科学家、大明星、美食家、运动员,看看两小只会抓啥。 奶妈拿出了明信片,还有书和皮球,当然还有他们喜欢吃的,笋笋和小苹果,分别放进去箱子里等他们去抓。 接下来主角登场。 外公和张馆长人手一只,两小只一脸好奇,抱我们来做什么? 他们似乎还不知道,今天是他们的生日。 过完生日就要做一个懂事的宝宝了。 小爱同学直接与抓粥向擦肩而过,新环境当然是先探索。 转身走向了吊床,似乎有些兴趣。 上了吊床,馆长见状,把抓粥向拿过去,看小爱同学是否会抓。 依然不感兴趣,这是什么鬼,直接下了吊床。 再次背,北斗,看来今天非抓不可了。 好吧,那就给你点面子,让宝宝看看都有啥。 马宝男也被抓了过来。 刚抓过来一只,又跑了一只,跑了还不是一样被抓回来。 没有关键银人缩輕鬆粉约! floral衣军咨 Mountain! 没关键银人捨不 Camann! 您好不香。 您好啊! 宝宝不得丁销银肉か?